老師 我可以出一個題目嗎 學校學生沒了 老師都沒用 真的假的 應該是學校學生沒了 老師都沒用 對啊 太誇張了 我的老師叫小鶴 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句話的典故 所以可見正確使用標點符號的 重要性 這個故事的出處就是 老師 這故事是園外留客的故事 我想班上的人應該都知道 不如我出一題考考你 鄭銘薇 檸檬金牌是給我小賀 走 來 算了 搞什麼惡一般威力 你挑戰了 真的 這世上女人沒了 男人都活不下去 怎麼可能 我們活不下去 B 老師 你答錯了 應該是 這世上女人沒了 男人 都活不下去 對嘛 這三個 來 來 來 威根厲害 英明 老師 我可以出一個題目嗎 當然可以 來 來 公牛逼 出來啊 交給你了 學校學生沒了 老師都沒用 亂講 不可能 亂講 是啊 沒可能 應該是學校學生沒了 老師都沒用 對啦 太帥了 還猜到他了 林老師 老師 我也不是我的 帥 林欣 妳今天挺牛逼的 還給老師出題 妳是故意顛老師的 不明顯嗎 太帥了 老師 我知道了啦 難怪昨天我媽問我說 便當怎麼裝 我就跟他說 起扁腳 右扁腳 他就發我白眼 起扁腳 右扁腳 是啥意思啊 就是大便當飯 小便當菜啊 小便 大便 小便 真是的 說什麼 很好 老師就是喜歡你們這樣 在課堂上 舉一反三的精神 教育 時 那 太帥了 製後 真的 翻炸了 感谢观看